柳月带着他前男友进公司时,我正在台上讲解新产品的营销方案,他带着人直接闯了进来,走上台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这是魏昭,以后在公司担任副总一职,大小事务都交由他来处理,柳月挽过魏昭的手,毫无避讳地向所有人介绍,同事们都用诧异的目光看向我, 因为柳氏副总是我现在的职位,他们似乎忘了,是我全心全意地付出,才挽救了柳月快要破产的公司,柳月,当我不要你时,你什么也不是 前所未有的愤怒,让我一把将柳月拽了过来,你什么意思,柳月咬着下唇,扯开了我的手,却不敢与我对视,我觉得阿昭更适合这个位置 哼,我简直被气笑了,当初柳家濒临破产,魏昭跑得比狗还快,他甚至拿走了柳月仅剩不多的奢侈品,回头还发微信对柳月说,幸亏咱俩没有领证,不然我还要背负你家债务呢,好聚好赞,你也不必来找我了,你那些东西,就当做是给我的青春补偿费吧 魏昭拉黑了柳月的全部联系方式,柳月彻底崩溃,她从被人捧着的大小姐一落千丈,我找到她时,她正在酒吧买醉,被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围在中间,这是我从大学起就喜欢的女孩 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我放弃了自己创业,用几年辛苦积攒的钱,帮助柳氏东山再起,魏昭走过来,用力将我推开,一只手揽住了柳月盈盈一卧的细腰,我和小月只是因为一些误会,倒是让你趁虚而入了,现在我回来了,你也该滚了 看着她恶心的嘴脸 我的大脑一阵空白,抬手就掐住了魏昭的脖子,将她按倒在地,一阵慌乱过后,我们才被人分开,柳月扑到魏昭身上,心疼地检查她的伤势 阿昭,你疼不疼啊?唐木,你太过分了 我摸了下红肿的嘴角,慢慢站起来,我过分,柳月,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三年来我对你如何,你们柳氏差点破产,是谁帮你支撑起来的,他未招把你抛弃,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在你最难,最无助的时候,是谁向你伸出的手 那又怎样啊?这些都是你自愿做的,我从没有给你承诺过什么 听到这一番话,我瞬间感觉天旋地转,柳氏最难那几年,我进入了柳氏,我陪着柳月一起写起话,忙得日夜颠倒 她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公主,是我帮她在团队里建立微信,夜夜陪客户喝到进医院,都是我挡在她身前,我们同甘共苦,越来越亲密 她总是害羞地看着我,眼里硬满星辰,三年前,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柳氏终于摆脱了破产的危机,庆功宴上,我举着酒杯,在众目睽睽之下 鼓起勇气向柳月表白,柳月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对我说,阿牧,我也喜欢你,可是现在公司情况还不太好,你在帮帮我 等以后好起来了,我们就,她害羞地低下头,我却以为那是她对我的承诺,你放心,一切由我 我那时满心满眼都是她,只要她一句话,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而这一等,我连她的手都没牵过,就被踢出局了,柳月似乎也知道,现在就把我踢出公司实在说不过去 她让我给魏昭做副手,帮她尽快熟悉公司业务,因为柳氏是我拼尽全力挽救回来的,公司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和我一起打拼过 他们早就把我当成了公司真正的老板,魏昭的空降,震撼的可不止是我 我这个魏柳月身先士卒的人都能被抛弃,其他人呢,公司人人自危 对魏昭也是极为抵触,小助理心疼地问我 堂哥,你真的就这么放弃副总职位了,那个姓魏的,我们大家都不服 我的舌尖微微发苦,我也不甘心啊 没人愿意接纳魏昭,柳月自然也看得出,他以公司总裁的身份 专门召开全部门会议,唯独没有通知我 我真的很想问问他,魏昭究竟有什么好 能让他不惜背信弃义,为感情冲昏头脑 要知道,我手上可是还有柳氏10%的股份呢 不过,柳月并没有忘记我手里还有股份 他特意约我私下见面 用曾经让我迷恋的眼神,紧紧盯着我 唐木,你要是容不下阿昭,就离开柳氏吧 但是你走前,得把手里的股份还给我 那是我柳月的东西 当初我只是暂时放在你那里 他选择了魏昭还不够,他想赶我走 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柳月,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柳月,做人不能太贪心 当初我可是为了柳氏,够了 唐木,当初,当初,你烦不烦啊 不就是帮我稳定了下柳氏吗 就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还是阿昭好 只有他会心疼,我累不累,苦不苦 你呢,只会让我陪你不停工作 我深深吸了口气 你爱过我吗?柳月心虚地别开了眼 我只是感谢你 我明白了,我自嘲一笑 他骗了我的感情 一直模棱两可遮遮掩掩 让我心甘情愿为他打拼 当一切都好起来了 他就想谢莫杀驴 甚至连钱都不愿意多给我一分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确实不应该再待下去 也许和柳月的感情是我误会了 可是公司是我实打实努力换来的成果 凭什么要便宜他们 我和柳月不欢而散 而我继续筹备手中的项目 我扶起来的公司可不是他柳月一个人的 因为两个人渣而放弃整个公司 不值得 钱,我一定要赚到手 曾经投进去的那些 我要加倍拿回来 可我到底小看了柳月的操作 几天后 一个项目的甲方给我打来电话 质问我为什么宣传的产品与实际不符 我负责的项目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纰漏 我当场愣住了 回过神后 我就开始核对资料 却到处也没有找到 我的小助理欲言又止 最后结结巴巴告诉我 柳月为了给魏昭增加业绩 让他树立威胁 把那个项目交给了魏昭 连带着所有的资料一起 还将我的辈分给删除了 堂哥 他们太过分了 我们拦着不让 刘总却说 谁敢拦就开除谁 我将茶杯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的碎片 仿佛当年的一腔热血 冷静下来 我就找到了柳月 你来得正好 柳月看见我 赶紧把魏昭搞得 乱七八糟的项目 丢到我面前 这个项目 嗯 你找甲方解释一下 重新跟他们对接 我拿起来翻了两下 又丢回柳月眼前 干不了 另请高明吧 唐木 这个本来就是你的项目 以前也是你对接的 见我不接 柳月的眉毛都竖了起来 我火了 声音也瞬间拔高 你也知道这是我的项目 既然是我的 是谁叫你动的 心仿佛已经麻木了 可怒火却没有一刻停歇 我继续对待柳月咆哮 你说你爱伪招 你放弃我 行 我认了 你现在还想拿我的项目 去讨好它 如今它做坏了 甲方要赔偿了 你又想让我去背锅 凭什么 柳月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柳月看我发飙 也自知理亏 她的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阿牧 你不要生气嘛 这次确实是我不好 魏昭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我想着让她练练手 没想到她还是太年轻了 年轻 她似乎忘了 魏昭比我还要大上三岁 柳月注意着我的神色 她双手抬十 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公司是你我一起打拼出来的 是我们的心血 虽然柳氏已经脱离了破产风险 可这一单仍然很重要 要是搞砸了 公司又会出现动荡 阿牧 他转出办公桌 上来拉我的一脚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进 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 想着三年来 我为柳氏付出了太多太多 如今只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项目 让整个公司摇摇欲坠 相当于放弃我之前的所有努力 我确实做不到 我咬着牙捡起桌上的资料 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然而柳月还是趁着我去跟甲方谈项目 把我的办公室给了魏昭 在魏昭的怂恿下 她把隔壁的杂物间改造了一下 将我的东西全部打包 扔了进去 每期明日 给我换个新环境 等我拿着和甲方重新签好的合同回来时 一切已成定局 我们拯救项目的大英雄回来了 魏昭脸上挂着得意的笑 从我手中抽走了合同 真厉害啊 这么快就把甲方搞定了 她又转身抱住柳月 宝贝 我没有唐木这么厉害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柳月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她亲密地刮了刮魏昭的鼻子 怎么会呢 阿昭你在我心中才是最好的 你和唐木不一样 她在商圈混了三年了 可算是个老油条了 以后让她挡在你前面 你也不必那么辛苦 她拿过合同看了看 点头道 唐木果然还是有点用的 既然合同重新签过了 那还是阿昭你来跟进 这次可不能再搞杂了 魏昭大笑着将柳月抱起 转了个圈 宝贝 我保证 但是也不能怪我啊 那个甲方王总 呵 五十多岁的富婆 就喜欢小鲜肉 看我的眼神都放着斜光 哎 唐木你不会是出麦色相吧 这个狗杂种 我冷冷盯着他们 死死握紧拳头 让自己保持冷静 魏昭八成师记起了我拳头下的疼痛 她干巴巴笑了两声 往柳月身后躲了躲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嘿 你别生气啊 柳月也看我表情不对 赶忙往前迈了一步 护独自似的挡住我 唐木 阿昭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摆什么脸色 再说 阿昭也没说错啊 那个老奸货 早就中意你 办公室还我 我的声音像脆了毒 柳月被我的声音吓到 随即又羞愤的大声吼道 你够了吧 唐木 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这个公司姓柳 你不过是我雇佣来的员工罢了 办公室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我盯着柳月 柳月也毫不示弱地瞪我 我们无声地对峙良久 周围明明那多人在 却落真可闻 最后柳月垂下了眼 心虚地说 不就是个办公室吗 阿昭喜欢 就给他好了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 我默默摘下了胸前的公牌 丢在地上便转身离开 魏昭带着胜利的调笑在身后响起 唐木 你可要想好了啊 今天你出了公司这个门 以后想回来可就难了 我要是你啊 乖乖给小月认个错 看在你辛苦三年的份上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 没想到 放下之前一直执着的东西离开公司 我整个人轻松起来 这些年为了柳月 为了柳氏打拼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飞鸟尽量攻藏 可他柳月是不是忘记了 柳氏是靠着谁盘活的 让老子滚 老子能让你再体会一次 从天上掉进烂泥里 思索间 手机响了起来 看着来电显示 我惊讶的一瞬 唐总有空吗 约个饭可好 空谷般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浇灭了我的熊熊怒火 不太好吧 顾总可知道 我已经离开了柳氏 嗯 刚得到消息 他的声音微微一顿 我们公司还缺个副总 唐先生愿意来试试看吗 顾判锡的公司 正是柳氏的对家 可谓是积怨已久 当初柳氏破产 不乏顾氏的手笔 最后是我从顾氏手里 抢下了两个项目 才抵住了顾氏的碾压 顾判锡也曾经想把我高薪挖到顾氏 可我当时恋爱脑上头 怎么会为了钱离开柳月 现在吗 去顾氏确实是个不错的提议 不过他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他就不怕 是我和柳月做局 地点 顾总请客还是要去的 这是人情 自己虽然已经离开了柳氏 但早晚还是要在商员里混 不管是进入顾氏 还是自己创业 都没必要得罪资本大佬 而且就是他不约我 以后我也会找机会 跟他碰个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顾判锡一席红裙 趁得他俘虏凝枝 名谋好齿 妥妥一个勾魂夺破的欲解 撇去我对柳月学校时候的滤镜 他青春白花 搓一板的风格 站在顾判锡面前简直不够看 顾判锡冲我眨了眨眼 我被他的小心思弄得啼笑皆非 他把约我吃饭的地方 放在了柳氏大楼的对面 大张旗鼓 完全不避着任何人 真的放下了 女人和公司都不要了 他惊讶于我的洒脱 美目中满是震惊 柳氏是靠你起死回生的 现在好起来了 就谢莫杀驴可真让人心寒了 有些挑拨离间的意味 却都是大实话 也没那么难以接受 我能扶起一个柳氏 自然也能重新再来 他盯着我看了良久 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顾判锡的语气柔和了不少 我想收购你手里的股份 你给个价吧 我摇了摇头认真的解释 股份不能给你 我等着柳月回购 柳氏我可以不要 但钱必须换给我 顾判锡笑了 他笑得实在太好看了 我莫名一阵脸热 他突然起身 一阵沁人心脾的香风袭来 他亲自给我倒了杯酒 然后附在我耳畔 用调皮的语调轻声说 别乱动哦 有好戏看 我一愣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对面大楼里有个来回夺步的身影 那是柳月 急了 急就对了 这次 我要让柳月把欠我的 全都给我吐出来 我和顾判锡一顿饭的时间里 手机上就多了三十几个未接来电 除了柳月自己的 还有公司其他员工的号码 我没有接也没有回 直接将手机关机 就这么亮着他 晚上柳月闯进了我的公寓 我才想起来 忘记更换指纹锁了 唐木 你今天去见了谁 他张口就是质问 我端着咖啡 拿起一旁的报纸 悠闲地读了起来 见我不理他 柳月恼了 一巴掌打翻了我手中的杯子 你和顾判锡 那个贱人见面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早就和他有一腿了 难怪你亮进 对我那么冷淡 狗男女 他以前看你的眼神就有问题 我就知道 你肯定背着我乱处 还说什么只爱我一个人 都是骗我的 顾判锡那个骚蹄子 能满足你吗 他就是想骗你手里的股份 那是我的 是我的 你凭什么拿走 我平静地看着柳月在屋子里乱砸 心里居然没有一丝波澜 一瞬间 我想起一年前 我去谈一个合同 对方是个女总裁 柳月说什么都要和我一起去 女总裁 跟我正在商谈合同 我自然没办法照顾到身边的柳月 柳月觉得我为了别的女人 忽视了她 她突然抱起 将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地上 又举起椅子 到处乱砸 那一单自然没有谈成 事后柳月哭着跟我道歉 她说 见不得我和别的女人谈得那么专注 她说我身边只能有她一个 可她又做了什么呢 我发现自己更像一只狗 我只能围着柳月转 讨她欢心 她满意了 就招呼我过来 摸几下奖励我 不满意了 就立刻丢掉 看也不看 气如碧履 柳月喘着粗气 瞪着我 不就是把阿昭带进公司吗 你有什么可闹的 我也很累 我为了公司也做了很多 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 平时你总是那么忙 根本没有时间陪我 都是阿昭宽慰我 你怎么就不能跟她学学 看我一直不说话 柳月突然软下了声音 柔柔弱弱的道 阿牧 你不要见顾潘西了 或者你回来好不好 几个新项目 我都谈不下来 阿昭也被人羞辱了好几次 只有你才能把合同签下来 大不了 大不了 我再弄一个更大的办公室给你 我也不怪你和顾潘西见面了 她的语气好像受了极大委屈 对我做了多么大的妥协 呵呵 因为担心我和顾潘西联手整柳氏 又转头来给我点甜头 可惜我从来不捡垃圾 柳小姐 这是私人住宅 你冒犯到我了 现在请你离开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我慢慢起身 打开门 哦 对了 记得把我屋子里你摔了的东西折线 赔给我 不然我不介意走一下法律维权途径 你怎么可能舍得报警 看着我手机拨出去的110 柳月尖叫起来 唐木 你怎么敢 怎么敢这么对我 好好 我走 你别后悔 你是不是以为公司没了你就不行 我告诉你 这世界离了谁都会转 以前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那时温柔地看着我 阿木 要不是你 柳氏就没了 我柳月没有谁 也不能没有我的阿木 柳氏是我的 也是你的 以后啊 没有我的同意你 不许结婚 你要一直和我在一起 他的秉化的太美好 让我就这么一无反顾的沉沦下去 可如今呢 这女人的脸真是说变就变 我坐等柳月来跟我谈股份 不给钱想叫我白白拿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还没等到柳月呢 魏昭的电话就先到了 唐木 昨天柳月是不是去你家了 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 我得告诉你的好消息 我都不知道 一个男人居然这么能叽叽歪歪 你还不知道吧 今天上午 我已经和柳月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哈哈哈哈 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还要谢谢你为柳氏打拼这么多年呢 现在都是我的了 你难过吗 我很想告诉他 我的心里平静的 甚至想去洗个袜子 但是他肯定不信 你以为凭借你手里的那点股份 就能撼动公司 想让柳月回到你身边 做梦去吧 嗯 说得很对 于是我联系上了魏昭的七大姑八大姨 魏昭是个典型的凤凰男 他的老家很天 父亲早逝 由寡母一个人抚养长大 魏母兄弟姐妹好几个 住得也近 我让人在魏家的亲戚面前透露了几句 说魏昭娶了个豪门贵女 现在发达了 管理着一个大公司 公司那么大 现在缺少信任可靠的人帮忙打理 魏母一听 儿子需要人 立刻带上了魏昭的二姨母 三表弟 四九男 和大表嫂浩浩荡荡杀进了柳氏大楼 小助理特意拍下了他们的高清视频 分享给我一起吃瓜 视频里 魏母昂着脑袋 掐着腰 立在办公区室中央 她面前站着面色铁青的魏昭 身后是满眼愤怒的柳月 我的儿啊 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通知家里一生 就私下决定了呢 要不是我过来 是不是连儿媳妇的面都见不得 我知道她家有钱 可我是长辈啊 她怎么可以羞辱我这个婆婆呢 人家娶媳妇 都能喝到媳妇净茶 我喝不到就算了 在大门口就差点被人赶走 还要叫警察抓我 我的命好苦啊 说着说着 魏母就乌叶着哭了起来 儿子 她 她太欺负人了 吴无明 魏昭赶紧上前解释 妈 误会 都是误会 小月以为是专门来公司 乞讨闹事的 所以才叫保安把你们赶走 乞讨 闹事果然是有钱人啊 看不起我们 我们就是穿得没那么好 怎么就成了乞讨的 我们身上脏吗 臭吗 凭什么连解释都不听 眼看母亲苍老的面容 和粗糙的手 魏昭就想起 自己求学的卑微 和曾经找工作的低三下四 她在转头看向柳月时的眼神 就变得很利起来 柳月顿时委屈了 她怎么会知道 穿得像乞丐似的几个人 居然是魏昭的亲戚 阿昭 你听我说 她刚要解释 就被魏昭的二姨给打断了 魏二姨是个嘴皮子利索的 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喷射而出 哎呦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阿昭 你妈一个人拉扯你长大可不容易 你不能丧良心 看你娶了个什么东西 打扮的花里胡哨 是想勾引谁 当初你妈为了养你 真是当牛做马 累得腰都吃不起来 你可要孝顺啊 其他亲戚 也你一言我一语的附和 要不是为了你 你爸死的时候 你妈就改嫁了 可她不想你受委屈 哎 表弟啊 你既然娶老婆了 就应该把你妈接过来赡养 让你媳妇好好伺候她 你媳妇虽然没有警察 但你妈她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相处久了就是一家人 为母眼珠子一转 捂着脸道 哪能打搅他们小两口过日子 我是个劳碌命 看到阿昭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 哪里还需求什么赡养 妈 表嫂说的对 你以后就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我和小月一定好好孝顺你 魏昭红着眼睛表态 今天 不立刻马上 就把她妈接到新家去 柳月慌了 一个劲儿摇着魏昭的胳膊 她根本不想和魏母住在一起 魏昭转头握住柳月的手 没给她拒绝的机会 小月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女孩 我妈养我这么大 不容易 以后我妈就拜托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柳月的牙都要咬碎了 却也只能允许这帮人 踏进她的新家 不光如此 连魏家那些亲戚 都如愿地进入了柳氏公司 他们照顾魏母有功 自然是要被后代小助理给我的视频里 魏家一大群亲戚 围在公司大厅叽叽喳喳 水泄不通 姐你太有福了 生了这么个好儿子 二姨是最知道怎么说能让魏母高兴的 阿昭你是个知道感恩的好孩子 咱家就数你是出息 四舅摸着山羊虎 表示他很骄傲 表哥 你是在太厉害了 我们圈里都说你仗义 表弟拍着魏昭的肩膀 弯腰敬酒 等我娃出声了 叫他一定跟着表弟你学习 你是他的指路明灯 大表嫂摸着肚子 一脸崇拜地看着魏昭 三杯马尿下肚 魏昭就恢复了本性 忘记了自己还只是个坠序 他开始大吹大插 指着公司就讲述自己如何历经万难 开创了一个辉煌 然后魏昭的二姨进了采购 四就担任客户经理 三表地去了售后 大表嫂成了财务 柳约一家子人 怎么能眼看自己闺女的东西 落在外人手里 他们也找来了不少信任的人 安插进了柳氏 瞬间整个公司开启了魏 柳家族模式 在如此情况下 好多我培养起来的得力干将 陆续递出辞职 另谋出路 当然 大多数被我收进了顾氏 可把顾判熙高兴坏了 直夸我是他的福星 顾氏的股东 在我连接几个大单之后 也都不得不承认我的实力 柳氏越来越乱 魏柳两拨人 谁也不让谁 相互挖坑 相互使绊子 拖后腿 前三年从未亏损过的公司 在第四年结算时 居然赔掉了一个小目标 可把柳越差点气死 扬言要把他们都赶出公司 魏昭又跪在了柳越面前 而这次柳父柳母 都不同意赶人了 因为他们把自家亲戚全都安插了进去 也许是柳越终于发现没有我 公司他玩不转 也许是现在柳氏股份 已经被魏家分割出去了太多 而我手里的百分之十 成为了两家人争夺的关键 在我离开柳氏的半年后 柳越哭着要和我见面 真会气 不想见 一夜奋战 我还躺在床上憨梦呢 就被他的电话吵醒 整个人都有些烦躁 一只白皙的千千玉碧横了过来 在我还没按灭手机时 将他抢了去 顾盼西将毛茸茸的脑袋 靠在我胸前 慵懒的声音打断了 还在乌乌叶叶的柳越 一大早上就哭 你哭脏呢 都结婚了 还来找别的男人 你可真是够恶心的 我知道你够蠢 但你就不能努力营造出一种 天灵盖以下有脑子的假象吗 你怎么会以为 唐木还愿意见你 他听到你的声音 都觉得恶心 听到顾盼西的声音 柳越连哭都忘记了 他的声音都变得扭曲 顾盼西 为什么你在唐木身边 你们干了什么 不要脸的东西 你敢睡我的男人 混蛋 你这个贱女人 我搂住顾盼西 顺势掐断了通话 别听了 影响心情 以前是我眼瞎 现在治好了 顾盼西笑得灿烂 捧着我的脸 就将温软的唇送了上来 晚上 顾盼西约我去餐厅吃饭 我在一楼花店里 选了数含苞待放的玫瑰 无比期盼起晚上的约会 地下停车场里 我刚准备上车 一个人影冲了出来 他看起来真的憔悴了很多 大学时我一直痴迷的 那双泛着光的大眼睛 已经一点星星也看不见了 师哥许久 再一次看到他 我发现 我真的想不起来 我到底喜欢他什么 柳越将我手中的玫瑰抢走 紧紧抱在怀里 阿牧 你以前总是送我玫瑰 你说过 只有我配得上这娇嫩的玫瑰 现在你却要把花送给别人 把花还给我 我的声音没有温度 毫不留情地把玫瑰扯了过来 不给 你要去送给顾盼西那个贱人 我不给 我得不到的 他也别想得到 柳越扑过来 将玫瑰扯烂 丢在脚下狠狠践踏 我低头看着支离破碎的玫瑰 这树不能要了 还是给盼西重新买一树吧 这女人真该打呀 我现在扇柳越一巴掌 是不是还会有人站在道德之高点 指责我打女人呢 见我沉默 柳越上前就挽住我的胳膊 阿木 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 就算是我有错 你也和顾盼西上床了不是吗 咱们俩扯平了 扯平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和谁在一起 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有 别把我说得跟你一样恶心 我不明白它是什么逻辑 我恶心 你居然说我恶心 你从来不会说这么恶毒的话 我知道了 是不是顾盼西 她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你怎么能和她在一起 那个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 她都不知道 够了 柳越 如果你在诋毁盼西 别怪我不客气 我猛地抽回手 觉得衣服也要换了 脏 柳越别起红唇 欲落不落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阿牧 你回来好不好 我真的错了 你不知道我最近过得多痛苦 我没想到魏昭的家人居然 居然这么无耻 我冷笑 魏昭家人无耻 有什么奇怪 只能说遗传吧 魏昭她妈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五点就起床来敲我的门 还说什么要省钱 把我请的保姆给辞退了 她倒是做菜 可明知道我花生过敏 却偏要往饭菜里加花生 说我矫情 多吃点就有抵抗力了 她妈打碎了我的花瓶 就是你送给我的那个 我一直摆放在卧室没有扔 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我摆了摆手 并不想听她的家长里短 她却不停地继续说 最可气的是魏昭 她不但不站在我这边 还说她妈养她不容易 让我好好孝顺 甚至把主卧让给她妈住 那可是我们的房间 凭什么呀 真别说 我都听乐了 就柳月这个大小姐脾气 怎么会屈尊降跪照顾别人 我不同意 魏昭的表弟说我没人性 要曝光我 要把我发到网上 万人唾弃 呜呜 见我依旧不为所动 柳月慌乱地抬起左脸 往我跟前凑 阿牧 魏昭还打了我 我只是推了魏昭他妈一下 没想到他居然动手打了我 你看我的脸都肿了 以前你对我那么好啊 你忍心看我受这样的委屈吗 我有些烦躁地看了看表 他这么堵下去 我会不会迟到啊 盼西那么好看 坐在那里 不知要被多少男人搭讪 不行 我得赶紧过去 柳月看到我脸色阴沉 还以为我为他的遭遇感到愤慨 阿牧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跟我回去吧 只要你站在那里 没人敢欺负我 我好恨啊 当初魏昭拿着我紧剩的钱跑了 要不是你 我恐怕都要流落街头了 阿牧 你回来 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 我们刘总 刘夫人 刘女士 你是不是忘记 自己已经结婚了 我 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 凭什么要关心你受不受委屈 我一把将柳月推倒在地 滚开 浪费我这么长时间 耽误我去找心爱的女人 是你甩了我啊 现在你又哭什么 我打开车门 最后瞥了她一眼 别再出现了 你现在受到的一切都是你活该 不 唐木 你不能这么对我 别走 等等 既然如此 当初的股份 看在我们以往的情意 你还给我好不好 哦 终于说到重点了 我起了兴趣 又把车门关上 转头抱胸看着她 我要高于市价十倍的价格 柳月一下变了脸 她一直楚楚可怜的表情 绷不住了 变得猙獰起来 你这是趁火打劫 不然呢 柳月 你该不会以为 我会把这些股份 直接送给你一把 被我说重心思的柳月 顿时有些羞耻 她不服气地大喊 那本来就是我家的东西 让你喊给我是天经地义 我痴笑一声 看来你还把我当成 被你呼之极来 挥之极去的狗 你不愿意给 有的是人愿意给 或者我白送给魏昭 她应该不会不要的 柳月脸色一下变得惨白 她似乎意识到 她以前忠实的舔狗堂木 真的不在了 五倍 九倍 六倍 柳月眼泪都快出来了 一看她哭我更想笑了 但是顾潘西在等我 我可没功夫和她耗了 你搞清楚实际情况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讨价还价 八倍 再讲我就走了 柳月到底是咬着牙 买下了我手里的股份 我路上又买了一束 更加鲜红娇艳的玫瑰 顾潘西看到玫瑰时特别开心 当然得到了一大笔钱的 我更开心了 这几年在柳氏的辛苦前 也算是回本了 第二天 我刚接待完客户 正准备休息一会 以前从柳氏跳槽过来的一个老员工 突然来到我办公室 堂哥 你快打开直播呀 有大瓜 带着好奇 我打开了某平台的直播 居然是柳氏的总裁办公室内 应该是被人偷偷录下了的 画面稍微有些不清晰 未招一把将柳月推倒 你也好意思打我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昨晚偷偷跑去找唐木 真当别人都是傻子 你已经和我结婚了 还去找别的男人 说你下贱有什么错 柳月爬起来 就冲魏昭扑了过去 他一边打一边骂 是 我是去找唐木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找他 你看看你个废物 几个大单都被你弄丢了 自从你回来之后 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 上次李总把我差点灌进 I see you 你也没有说帮我挡一杯酒 要是唐木在 他会主动把那瓶酒给喝光 我到底要你有什么用啊 帮不上我就算了 去陪人喝酒都不会嘛 我呵呵一笑 柳月说的这个李总特别的能喝 每次不陪他喝到位 是别想谈什么合同 而之前的我因为心疼柳月 从来没有让他参加过这种场合 我被喝到进医院打点滴的时候 他柳月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呢 唐木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唐木 我有什么错 你至于天天拿我和他比较吗 他要是真的那么好 你当初怎么会放弃他 都是你自己管理不善 一个草包还想自己管控公司 什么都不会瞎指挥 柳月压根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而是把错全都推倒了魏昭身上 还不是你家那群穷鬼 在公司到处捞钱 亏空了公司几千万 现在资金店断了 你说怎么办 穷鬼 好啊 你就是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的家人 你和你爸妈以前就觉得我家穷 柳氏上次就活该差点倒闭 要不是唐木那个傻子愿意帮你 你特么早就完蛋了 还在这里装什么大小姐 这场撕逼大战史无前例 柳月两家人都差点动了家伙 还是员工们害怕被波及 迅速报了警 而这一波操作直接让柳氏形象大打折扣 仅剩不多的客户纷纷和柳氏解约 而我趁着所有人都离开后 专门联系了那位匿名开直播的人 大手一挥转过去了两万 毕竟我请的那么多 跟派就他派的最好 涨点工资 不过分吧 后来我和顾盼西江 顾氏经营的蒸蒸日上 他直接给了我公司一半的股份 我并没有收 在顾盼西生日那天 我买了钻戒 单膝跪地向他求婚 唐木 你知道吗 其实从我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可那时你眼里只有柳月 我偶尔会想 要是站在你身边的人 是我该多好 今天我终于如愿了 转头顾盼西就买下了柳氏对面的大楼 将我求婚的全程投屏 循环播放 贴脸开大 哼 我要让柳月后悔一辈子 哈哈哈哈 他明明能够得到最好的 却为了个垃圾放弃珍宝 我宠溺得点了点他的小鼻子 任他胡闹 又过了不久 柳月发现 现在重要的问题 不是和魏家争夺公司股份 而是扶持起已经严重亏损的公司的时候 柳氏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了 他把身家全部压在了柳氏的新品上 我看着手机上小助理实时播报的内容 忍不住感慨 我这还没用尽全力呢 你们怎么就不行了 是我太看得起柳月了 还是他压根就不配做我的对手 感慨完 我就回头让研发部按照柳氏的新品 来了套一摸一样的 包装要更精美一些 价格也要比柳氏新品压得更低 第二天 顾潘希神神秘秘 将一个文件带交给了我 打开一看 居然是柳氏的产品核心科技 这玩意恐怕天天被柳月带在身边 我在柳氏有人卖 也还没弄到手呢 本来只打算造个一样的外形 现在你猜是谁给我的 顾潘希一副求表扬的傲娇小样子 把我迷得差点要就地正法他 他抓住我做怪的手 赶紧说是魏昭给我的 魏昭染上了赌博 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被债主找上门了 不 给钱就要折断他的手 他哪有那么多钱还债呢 可是这个月再拿不出来 啊 我晃了晃手里的文件 所以他就想办法把柳月手里的产品信息偷了出来 打算卖个好价钱 应急 你给了多少钱 给多了 岂不是要帮他渡过难关 他要一个数 但我只给了十分之一 我说要确定东西是不是真的 剩下的下个月再给 不需要下个月了 我摸了摸下吧 只需要来个曝光 再引导一下舍 再引导一下舆论 柳氏这次是彻底完了 我的新品比柳氏的早发布了一星期 据说柳月看完我的新品后 魂不守舍 躲在办公室一整天 很快他就没工夫躲了 因为偷税漏税 产品质量不合格 收回扣 各个部门都来找他喝茶 聊人生 柳月的公司完了 魏昭第一时间扔出了离婚协议 当初我走了就不该回来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废物 没用 赶紧签字吧 别耽误我的美好人生 柳月几日 没有睡好 整个人颓废的不像话 再看此刻 魏昭一脸嫌弃 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我为了你甩了堂木 被所有人戳着几两股骂 现在公司破产了 你丢下我就想跑 这怎么能怪我呢 是你自己不爱堂木 你不过是把他当成的赚钱工具罢了 是你告诉我 堂木太强了 你害怕自己的地位不稳 至于公司 未招撇的撇嘴 你自己没本事 凭什么怪我 柳月捡起离婚协议 看了两眼咬牙道 要我赔偿你一个亿 你值一个亿 还有我的青春损失费啊 我白跟你睡了那么久吗 柳月 看你现在 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 就算堂木还在 也不会要你呢 活该 我真是活该 堂木对我多好啊 我怎么就鬼迷心窍 非要和你在一起 你都抛弃了我一次 我居然不长记性 柳月看着乱七八糟的公司 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员工 他胡乱地点头 自言自语 柳月再次抬头看向魏昭 他双眼泛着血红 有些癫狂地拿出他的贷款 和透支的信用卡 既然你想离婚 那么债务 咱们也分一下吧 魏昭得知自己 被柳月摆了一道 顿时面色争鸣 柳月 你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以前我要不是 看你有点臭钱 你以为我会要你 你居然敢把债务 夹在我身上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垃圾 他们闹上了法庭 柳月告魏昭 盗取商业机密 魏昭告柳月 自私抵押公司 外加离婚的财产分割 最让柳月崩溃的是 柳父柳母一听 柳月背上了巨额债务 直接发文 和女儿断绝了亲子关系 一席之间 柳月又变得一无所有 甚至比上次还要惨 听说离婚官司还没打完呢 魏昭就消失不见了 报警后才知道 魏昭因为赌博 欠了三个亿的欠条 他还以为柳家很有钱呢 债主得知柳氏破产 魏昭根本拿不出钱还债 就直接把他绑架卖到了绵北 天气正好 我扶着顾潘希 准备去医院产检 刚出公司大门 就见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保镖迅速上前 将人拦了下来 柳月一身脏衣服 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 浑身散发出一股恶臭 看见我后 他腊黄的脸上满是激动 双腿没骨头似的跪了下去 阿牧 呜呜 都是我的错 这世上只有你 对我最好 阿牧你原谅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做个贤惠的妻子 永远陪在你身边 他嚎啕大哭 眼泪在脸上冲出两道沟壑 我现在才知道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我们一起东山再起好不好 没等我说话 顾潘希就笑了 柳月小姐啊 多谢你的慷慨 要不是你放了堂木 我都不知道 怎么拥有这么好的男人呢 柳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 我和堂木已经结婚了呢 而且我们现在有了宝宝 你就不要再垂涎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柳月听完 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用仇恨的目光 盯着顾潘希的小妇 我眉头紧皱 上前挡住了柳月的视线 柳小姐 有的亏吃 一次就够了 我凭什么要陪你东山再起 堂木 你和他离婚 你和这个贱人离婚 咱们立刻去民政局登记 我爱你 咱们现在就去办婚礼 你相信我 这次我一定够了 柳月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白日做梦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让保镖拉开柳月 不理会他的哀嚎哭喊 扶着顾潘希上了我的 麦巴赫 后世敬礼 跪在地上的女人 越来越远 好 好 好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